評論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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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一世 被喜交集 愛恨爭執 何懼面前 共鬆 江山余火挽怨 对酒当歌剧别 千秋入梦回首时 一走远 过往空尽叫不出 春江花园楼抬头 当天明月今何处 唤起翩翩晴红 历史的天空 留不住寒雨也来逢 岁月藏起一番番就梦 曾经是千悲不醉 不可一世的交纵 都被叹指一回消散 成灰后空空 曾经年少因子 一种千里的星空 被随手一人匆匆被沉默 被随手一人匆匆被沉默 能让人恐惧的 常常是真正的机会 这对我们双方都足够公平 所以无论输赢 印大人都愿意为此搏一办 赌局一开 就看殿下有没有胆子跟进了 事问您这一生中 何时能如近夜般 离皇位如此之近 又有何时能如近夜般 可以亲手把握自己的命运 殿下 不如闭嘴 殿下 你还犹豫什么 既然要当皇帝 就别讲什么忠孝结义 如今你为了皇位而不去救他 这也是天术循环 他若全下有之 也必能理解你 你再胡说我马上杀了你 想想看 今夜你若放弃了 便等于又将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摆布 对 你说得对 恭喜殿下相托 来人啊 殿下有何吩咐 宫里入了刺客 立刻命与临卫赴承请殿搜寻旧驾 把长孙无忌楚虽良卫征等大人 召集禁宫就说有重要军情商议 是 你 你 我想通了又怎么样 可惜我没这么狠的心肠 我做不到 你若识相 还是将今夜行刺 都有何人参与说出来吧 陈欣 陈欣可是用心高手 你已把年纪了 何必 受这个苦难 想不到 你行事虽有荒唐 却是个摘心仁厚的主 好 我说 我 身处黄泉漩漠 却是妇人之人 冲不过害人害己 殿下 若不想惨淡收场 不妨再考虑考虑 劳奴的敌意 殿下输嘴 微臣刚次大逆不道 竟被此人蛊惑 起来吧 好 其实你也是为了我好 走 和我一起去救父皇 快 快 都抬下去 是 臣拜见陛下 免礼 谢陛下 陛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说来话长 你先回宫歇息 宣太医治伤 将来 我会把这事的来龙去脉 来 告诉你 回去吧 是 下去吧 下去吧 是 尹洪志自以为高明 殊不知 一年前 陛下就发现他另有二心 并下令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陛下圣命 陛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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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神其中 陛下 最近我朝出了这么多的大事情 陈希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闻不问 臣觉得甚是奇怪 陛下可愿与微臣打个赌 今天夜里 德妃一定会到甘露殿 拜见陛下 好 他若不来 便可不受此事牵连 继续聚于陈希公中 他若来了 陛下得多加地方 朕自毁注意 陛下 那五妹娘没有问题吗 最近她和德妃来往非常密切 而且太极殿上 是她替德妃说得清啊 本来朕有些怀疑才带她来一次 当此刻出现时 她确实愿为了朕 获出自己的性命 绝非假扮 五妹娘 没有问题 全都死了 娘娘 结果如何 死了 全都死了 完了 陛下安然无恙 你们失手了 娘娘 是劳奴对不起你啊 是劳奴害了齐王 你们这些人哪 愚蠢 狂妄 等祸事闯出来之后 其实一句对不起 能弥补的 还不是要我们这些女人 来收拾烂摊子 娘娘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只要能在天亮前 杀了陛下 也许还来得及 儿臣叩见父皇 父皇无恙 儿臣心里也踏实了 听说你跑到澄清殿救驾了 儿臣到的时候 父皇已经除尽刺客 一驾回甘露殿了 实在惭愧 有这份心思就好 还听说有个太监要行刺你 受伤了吗 没事 那就好 朕以为算无一策 没想到在你这儿遗漏了 幸亏你安然无恙 要不然 朕不知如何与你母后交代 早点回去歇息吧 父皇也早点休息 儿臣告退 朕不着急 说不定还有贵客来呢 是 殿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殿下 今晚我可是犯了大错 殿下犯了什么错 我压根不该让那个太监进东宫 还让他耽误了许久的时间 导致刺客被诛杀之后 才前来救驾 你说 要是父皇知道了 太监与我谈话的内容 会不会认为我 其实早已默许同意 这是因为刺杀失败之后 才假意前来救驾的 殿下 走吧 走吧 鸾子 赶紧 羊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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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可是还在担忧陛下 姐姐就放心吧 听说程庆殿的那帮刺客 已是进阶辅诛 纵然是有那么一两个漏网的 也肯定是在劫难逃 有没有打听出那帮刺客的身份 到底是由谁诛使的 还不知道 德妃娘娘驾到 媚娘叩见德妃娘娘 亲戚 谢娘娘 娘娘 王公公说陛下倦了 已经歇息了 娘娘若是想探望的话 还是改日吧 这么说来 陛下今夜 是不想见本宫了 陛下连日来主持朝会 今日又遇到刺客袭击 也许她是真的累了 娘娘 您圣倦正农 陛下怎么会不想见您呢 圣倦正农 那么陛下在澄庆殿时 身边为何是妩媚娘而不是我呢 可知道那群刺客的来历 似乎是和来朝的北墨 还有高昌等几国有点瓜葛 但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陛下 她好像在有意压制此事 既然如此 就不必再追查了 派个人去查探 本宫想知道 今夜里 有没有其他嫔妃 可以进入甘露殿 是 娘娘 听说你刚刚在澄庆殿上 经历了一番凶险 我正好做了几样点心 拿过来给你压压惊 娘娘如此牵挂 密娘实在是愧不感动 客气什么 好像没有尝过本宫的手艺一样 我已经听说了 你在澄庆殿上仗义直言 用自己进风的机会 在陛下那里 患得解除本宫的禁足 这份宵夜 就当是本宫的谢意了 娘娘 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知道为陛下 做了多少顿分餐 可是却一直不让陛下知道 妹妹想到此处 媚娘都敢出粮毒 不 娘娘 没什么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你这手 是刚才在澄庆殿 被刺客刺伤的吗 一点皮外伤 没什么 这些刺客如此胆大妄为 究竟是什么来历啊 我也不知道 这些人都已经死在澄庆殿了 估计一时半会儿 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 那陛下还好吗 陛下没事 娘娘 你放心吧 你知道吗 陛下可应用了 他还亲手啊 了结了一个刺客呢 那就好 那就好 其实娘娘来我这儿 就是想要确认陛下安然无恙吧 原来我今日能再次尝到娘娘的手艺 还是托了陛下的福呢 拿过来 我今日还做了一碗甘露羹 你也一起尝尝吧 甘露羹 我知道就是用和手屋 露金露血做的汤 据说啊 能使人年轻 说不定啊 白头发还能变黑头发呢 这你也知道啊 刚进宫一个月的时候 在上扇间 学了一点宫中膳食的常识 所以妹娘记得 其实这甘露羹 最适合长久疲劳的男子进步 帮助其恢复精气 娘娘 这甘露羹 又是为陛下做的吧 是又怎么样呢 就算我会做再多的美味佳肴 可可还是没有勇气 端到陛下面前 娘娘 妹娘倒是觉得 今天晚上是个好时机 是该让陛下 尝尝娘娘的手艺了 此时已到 请 启禀大家 德妃来了 不是 是武才人求见 选他进来 是 妹娘 叩见陛下 免礼平身 谢陛下 你深夜来见朕 就是为了给朕送一碗 甘露羹 是 因为陛下最近 忙于大朝会日夜操劳 而且刚刚在成庆殿 也可能受到了些惊吓 所以这甘露羹 正好给陛下来补补气血 烧海疼吗 朕是世事难料啊 朕没想到在成庆殿 你会为朕豁出性命 此时朕也没想到 子夜过后 来甘露殿的是你 陛下在说什么 妹娘有点不太明白 你对朕的关心 你对朕的关心 朕甚是欣慰 这甘露羹 养气补血 女人服用也颇有益 朕把它赏赐给你了 谢陛下 还是陛下先喝吧 不 你先喝 余下的朕在喝 这是你 让御膳房做的 不是 那是你亲自下厨 也不是 其实这甘露羹啊 是德妃娘娘 亲手为陛下做的呢 陛下 你这是干什么 德妃做的 我还觉得奇怪呢 为什么德妃娘娘 死活不让我说 这甘是她做的 是 原来陛下心中 能装得下一个江山 却装不下一个 犯了错的女人 一个亲手为你做 羹汤的女人 你说什么 我是说陛下 辜负了德妃娘娘 对你的一片真情 你知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 德妃娘娘 花尽了心思 为陛下下了多少灰厨 做了多少顿饭菜 陛下 银针变黑 更里有剧毒啊 老奴失职 老奴该死啊 剧毒 怎么可能 陛下 我 一片真情 差点就经过 你的手得逞 传经无畏 是 陛下 给我搜 陛下 跪下 禀公公 没有搜到 没有 殷德妃呢 回王公公 我 我也不知道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跟我走 父亲 爹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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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下毒 除了幼儿 还能为谁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还记得任安叔 娘娘年轻的时候 常常跟陛下 繁州愈着静出池上 我也是来碰碰远行 我这一生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到最后还是落得如此狭长 这就是命 回想起来 也就是在这静出池上 有过几段美好的时光 你们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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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这儿 我犯下了如此重罪 无言在面对陛下 我会为我所做的负责任 只求你带句话给陛下 孩子是无辜的 不管幼儿做了什么 都请陛下看在父子情分上 饶他一命 好 妹娘 一定不负娘娘出托 不负娘娘娘 我这一生啊 受尽了爱别离求不得之苦 现在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娘娘 娘娘 妹娘 不要拦着我 人总是要一死 我怕极了斩首示众 就让我这样有尊严的死吧 这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结局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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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娘 娘娘娘 我 秦王 你怎么了 可能是风吹的吧 殿下 大人 你们看 平安火 是平安火 他们成功了 传我的命令 全军出发 击赴长安 是 启禀大家 长孙大人已派人将平安火斩起 殷弘志与齐王 现在应该已率领军队 向长安进发了 传令 沿途拦截的军队 各酒其味 相机行事 还有 告诉他们 无论如何不能伤到幼儿 是 德飞找到了吗 回禀陛下 没有找到 启禀陛下 找到德飞娘娘的下落了 在路上 等待 我的脑子 在路上 在路上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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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 媚娘拜见陛下 那是什么 这双凤驴 是娘娘留在这个世上 最后的一物 她最后留下什么话了吗 娘娘说她有罪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她希望陛下 能够饶了齐王殿下 娘娘最后选择 她曾与陛下 金色和谐的地方 结束了这一切 虽然她想杀我 可这一生 还是振负她的多谢 娘娘 如果娘娘犬下幼稚 听到这些话 应该会走得安心些 好 徐姐姐 你终于醒了 可是我弄疼你了 我睡了多久了 现在已经是未识了 昨夜 你也算是心里焦脆 眼下 已是睡了六个时辰了 光是手上的药 我都替你换了两次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全都是你睡着的时候送来的啊 宫里六上二十四四 全都送了礼物来呢 淑妃娘娘不说 就连维妃啊 也送了雪燕来 平日跟你没什么往来的太子妃啊 也送了文银碧串 鼎银饱寒这些真丸哪 这次你在大朝会上一鸣惊人 昨夜又护驾有功 我看这些人啊 全都是看好你的前程 来霸解你呢 扶我起来 慢点啊 好 走 陪我喝酒去 喝酒 你手上的伤还没好呢 你简直是胡闹 就是因为在这里躺得太久了 躺得我腰酸背也疼 早就应该出去透透气了 再说了 我这一次有惊无险 你还不准备 好好给我压压惊啊 你呀 这真是胆大妄为 启禀陛下 此次行刺现已查清 却系反贼殷洪志安排 陈锡公多人参与 为首者张仁贵 及其党羽都已抓到 其余的人由大理寺处置 至于张公公嘛 他念旧情 总还是值得尊敬他 赐他不流血而死吧 中书侍郎郑仁希 也参与了此事 长孙大人回府的县令 就是由他提供给刺客的 但是 他又死在了刺客的剑下 只不过他是自怨的 还是被胁迫的 现在还不得而知 恐怕 郑仁希是因为他女儿的死 才牵扯其中 郑婉言那件事 朕确实 对不住郑庆 不管他参加与否 都情有可原 不能再让郑家血伤加伤了 就说他是为护驾而死吧 迎洪志现在到哪儿了 离同观还有七十余里 陛下 此次他们行刺失败 就注定了必死无疑 没有援军又不得人心 陛下 我们已经派了三股兵力 进行驾计 最快明日之前 便可在同观将其剿灭 陛下 德妃虽然被罪自裁 但他居心险恶 谋害陛下 证据确凿 臣以为 朕 向德妃以清白之身 入昭令安葬 谋逆本是大罪 当诸九族 演其罪行未免不妥 人都死了 还不能网开一面啊 陛下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因是一族 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当年陛下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 使他们忘恩负义 自寻死路 陛下 于公于私 您都不能再护着德妃了 应该让世人看到 陛下纵然人厚 那机会只有一次 谁若再敢谋反 匕首严惩 必死无疑 你们先退下吧 让朕想想 臣等告退 陛下 老臣有一句话 要说与陛下听 魏爱卿 说 昨日 太子殿下一时愚钝 勿将贼人放入了东宫 老臣 老臣知道陛下 会对此做何感想 但老臣 都胆请陛下 相信太子的 全权赤子之心 千万不要中了贼人的圈套 不相信太子 魏爱卿 请起 太子的师父 朕没有选错 这个更好看 快来 徐姐 月好 武才也好 你看 大朝会前后同一批人 却是两张面孔 他们虽然都先向我打招呼 可是眼里看的 全都是妹妹你 顺境看不出人心 逆境才能 媚娘能有今日 全靠徐姐姐 不离不弃 这是什么话 我们是姐妹吗 徐姐姐武才也好 徐姐姐武才也好 乔儿见过徐姐姐 武姐姐 孝才人好 你 你在瞧什么 这片枭素景色 有什么好看的 枭琐也罢 生机勃勃也罢 现在我心里面 只想得到一份安宁 有陛下 有姐姐 这一辈子 我也就满足了 妹妹 你一定会得偿所愿的 快快快 听说张公公被刺了毒酒 想不到他也会有今天 走 走 快走 张公公 听说 他是殷家的旧部 这么多年来留在宫中 就是为了要替雇主报仇 这次行刺陛下 他是主谋之一呢 把仇恨 背负在身上数十年 有自不忘 想必也是一个可怜人吧 姐姐 我们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 嗯 请 启禀陛下 杨淑妃求见 传淑妃进来 是 参见陛下 平身 赐座 谢陛下 淑妃前来所为何事啊 臣妾是为了德妃妹妹的事而来的 陛下 陛下 娘娘 娘娘 爱妃这么着急 会什么事啊 罪负见过陛下 罪负此番前来 是求陛下降罪于我 隔去非昊 将罪负 变为庶人